嗨,我是宝可梦,欢迎回到我们的YouTube频道 我们今天呢,一样延续我们的观众票选了 今天要来跟大家讲的就是刚刚画面上看到的 最丑陋卡面排行,那事不宜迟,我们就开始咯 那本集的重点一样有三个,第一个就是 观众的投票基本资料,第二个就是 最丑陋的卡面排行的前五名,我们要公告了 然后还有观众的心得分享,事不宜迟,马上进入我们的主题 那这个基本资料的部分,我们在上一集已经有简单的讲过了 这次一样是带过,男女比例大概是1比1 然后总回报的分数有783份 那年龄的部分的话呢,大部分都是31到40岁的族群 在我们这一边这样子 那固定收入的部分呢,最主要是以 这个21到50万,这个居多 那51到100的也有是次质这样子 最主要是这两个 那再来,持有的信用卡数 大部分的话呢,都是在 这个11到20张左右 所以这个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那信用卡资历呢 大部分都是10年以上 所以都算是老屁股了 那最后的话呢,我们就要来讲 我们的丑陋卡面票选出炉 一开始呢,我们当然就是先讲第五名啦 好,第五名到底是哪一个呢 好,有点期待了 好,来,我们仔细来看咯 登登 是第一银行的桃园市民联名卡 好,这个桃园桃园卡 它其实有两张 一个是黑色的卡面 好,一个是桃色的卡面 好,那桃园卡面是指限定这个 我们的桃园市民才能够申请 那另外一个是认同卡 那认同卡呢 它的底色是黑色 感觉起来比较高级一点 好,所以 我也是拿这个认同卡的部分 那市民卡的话 你必须是桃园市民才能够取得啦 好,那这一次呢 有35个人选择 好,说这个桃园市民联名卡 真的很丑 好,那得票率呢 有4.5% 好,就是100个人里面呢 有接近5个人都觉得他很丑 那为什么呢 来看看大家的心得吧 一样,就是我们会大致上带过 那么你如果想要看每一个人的留言呢 请你就是按暂停键 上面非常多的文字 你可以一一看 好,比如说造型不讨喜 是为了配合桃子而画的 没有设计感 颜色很奇怪 很像好运卡 男生使用会觉得很尴尬 然后很多人都讲到一个关键事就是 这个粉红色的屁股 是看起来非常的奇怪 这是屁股蛋吗 对不对 然后也有人讲说 我在桃园工作我也都不想拿出来 好,那甚至也有人讲说 公司强推整个气气气 我女朋友也因此努力推好几个人上车 好,但是呢 他说北部真的没有比较好用 所以这个就是 希望第一银行可以努力的去改善 然后推出对大家来讲更好的卡片 然后也找一些专业的设计师来设计一下好不好 就是大家都觉得这不好看 好,那有人说图案看不懂是什么 然后也有人不喜欢的是桃红色 然后觉得说 这样子的颜色是蛮廉价跟掉漆的 好,美国人应该要炒鱿鱼了 甚至有人说 做得很像爱心卡 感觉很像是残疾人士的使用 你们有这种觉得吗 蛮有趣的 或者是有说是国小学生认同卡 这倒是有点类似哦 就是有点童趣风的感觉 好,那有人说 很像屁股 甚至有人说他像某某联名卡 所以也许下一次某某联名卡 可以考虑做这种可爱的感觉 好,有人说非常丑 很像身体器官 好,蜜桃 屁股 像兽桃 好,这个各种说法都出来了 而且有人说感权拿起来就是蛮丢脸的 那有人讲说 诶,上面怎么会有长树枝呢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东西 这个意义不明 好,然后 粉色不讨喜 好,这到底是桃子还是屁股啊 好,是猴子屁股吗 猴子屁股猴子屁股 好,大家都说是猴子屁股 好,这真的是蛮有趣的一点啦 好,好 所以呢,我们看完了第五名 接下来呢 往下走 就是No.4 好,第四名 好,我们来看一下哦 到底是哪一张卡片呢 噔噔 哇,居然是中性英雄联盟信用卡的RGB卡面 哇,这个就很神奇了 你想想看 我们上个礼拜公告的 这个最美丽卡面的前五名 其中的第五名的part 2 就是同分嘛 就是英雄联盟信用卡的RGB卡面 居然有相当程度的人是喜欢这个卡面 跟相当程度的人讨厌这个卡面 所以这也是我们的这个票选比赛里面 第一次看到一个这么竞争的情况 就是同一张信用卡 居然同时入选最美丽卡面 跟最丑陋卡面 所以大家就要注意哦 它就是一个非常两极 非常具有争议性的一张卡片 那这一次呢 有47个人投票选 它非常的丑 它得票率有6% 其实不低 那我们来看看就是大家的意见 那看一下这边 它写说 不知道设计了什么 只是把GoLogo印上去吧 整体的颜色很暗沉 单调 有设计跟没设计一样 没有特别的电竞感 感觉上很杂乱 没有特色 没有主题 所以呢 大部分的人都觉得 这个东西是意义不明 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那有人说 看了之后会有种焦虑感 不太舒服 然后觉得配色不讨喜 太暗沉了 或者说太无聊 所以呢 这也是这张卡片 给人的一种感觉 甚至有人讲说 这个霓虹色彩的设计 实在是欣赏不起来 但是也有人很喜欢这种 所谓的红光的设计 这是蛮妙的 那有人说 这个非常单调 没有特色 最好是加上一些图样 就会 让人家就是比较讨喜 这样子 有人说 看不懂周边的这些色彩是什么 它其实就是一些建成的颜色 RGB建成颜色 感觉上有点廉价 然后呢 这个感觉上这些用 动漫联名卡的人呢 不会谨慎刷卡用情 我觉得这个就有点是刻板印象了 因为说真的 也是有人喜欢玩电玩 但是是很聪明 赚很多钱 我觉得都有 所以这个世界上就是各种各式各样的人都有 而且也不需要有太刻板这样子 那有人写说 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人喜欢这张卡面 感觉上很单调 没什么特色 我觉得还好啦 因为它其实也算是蛮 简单的一种卡面 然后有人说RGB 我回家看自己的电视就好了 看这干嘛 这也是蛮有趣的一种说法 那有人说 对游戏不熟 不爱玩电玩 所以看起来很花巧 甚至有人说 这很像是小画家临时弄出来的封面图 然后就觉得是 这卡片感觉像脏脏的 甚至有人说 无法给个人跟发卡银行有任何的连结跟美感 然后三原色的卡面似乎太没用心了 所以这张卡片真的是评论上非常非常的两极 但是其实有不少人办这张卡片 所以这也是让我个人觉得非常讶异的一点 因为本来觉得这种什么摇杆卡面 或者是RGB卡面应该就是 不喜欢这些卡通色彩的人才会去办 但是事实上也是有人办 甚至有人讲说 以为是Google联名卡 那这个就有趣了 因为Google其实在台湾并没有发行任何联名卡 但是如果他有发行的话 也的确会采用这种简单 然后朴素或者是 比较单纯一点的这种设计 比较不会是花俏型的设计 所以我也是有点期待 如果真的这些大公司有来台湾发联名卡 比如说Apple Car 那感觉上就不错这样子 好那看完了第四名之后 我们接下来要看的是第二名 为什么是第二名呢 其实这一次的票选很妙 就是最喜欢的卡面有两个人同分 有两张卡片同分 最讨厌的卡面呢 也有两张卡片是同分的 那同分的部分呢 就是同样是命殿第二 第一第二第二 然后再来是第四跟第五 所以接下来就是来看这个第二名的第一个卡面 是哪一张呢 我们来看一下咯 台中银行的MySense又有联名卡 大家看到这些美丽的花纹 你有想到什么吗 是不是有点想到像告别式一样的这个画面 就是那种 告别式才会出现的花纹 但是呢它就出现在信用卡的卡面上面了 所以呢这一点呢 倒是蛮符合中华民国美学的 所以后面也有不少粉丝去分享到说 真的是很不行 我们来看看这次有49个人选择 它非常的不好看 它的得标率有6.3% 那到底大家都留言了什么呢 我们来看看台中银行的MySense又有联名卡 到底得到了哪些评论 我们往下走 老气 有一种像告别的感觉 告别是中华民国美学 不会想要站在身上 甚至有人就说 这就好像是一个徽章的卡面 就比较不吸引人家的注目 那只能够说 这是行员自己做的卡面吧 蓝色不讨喜 花样寓意不明 就像十几二十年前的卡面 甚至 有人说 台中银行实在太冷门了 没有什么推广活动 而且图片这么花 实在看不懂要表达什么 所以这个是台中银行的这个产品设计PM 至少可以考虑一下 就是大家都觉得不好看 你们是不是也可以考虑 去花点钱找人家设计一些比较漂亮的卡面呢 那还有什么呢 有人写说 越看越奇怪 感觉有点北七 像是我阿嬷会拿的 眼花嘹亮会让眼睛很疲劳 然后图片非常的老气 就像是老一辈的人在用的 感觉上是毫无美感可言 尤其是用传统的凸字 这种凸字卡的部分 那的确是更显传统跟老派 那有人说 画虎不成反类权 有凌乱感 像是二十年前的信用卡 而且像老太婆的风格 有人说这是阿嬷在用的吧 有人说这是老太婆在用的 台中银行这张丑中之最 很妙 就是不知道突然的意义 就是想要有时尚感 就学着四不像 大家其实有时候讲话也是非常直接 这是长辈会喜欢的吧 阿嬷年代才会有的卡面 非常的老派老派老派 就像长辈图 对真的有点类似像那个长辈贴图 有没有 就早安这样子 而说也像提款卡 颜色不平均 而且像国画的艺术作品 看这个卡面 只会让想到千钞飞掉 就是你的千元钞都用光了吗 就是好像都喷掉了 就是跟钱币或是纸币 像是名纸上面会出现的 这个logo图腾跟纹路 那也是蛮夸张的 好 那看完了这个台中银行的 MySense也有联名卡 我们等一下继续往下看 但是我也可以简单做个 讲评 因为这张卡片其实我没有办 我有520张信用卡 但是我没有办 那为什么 就是因为它真的没有那么好看 不是那么的吸引我 然后再来它的一些卡片刷卡回馈 不弱前五大前六大银行 那么那么的阿萨里 所以台中银行对我而言 就感觉上是相对比较小的 不过它最近有一个活动 叫做一起相挺 好 那好像是那个行动支付 有10%的部分 每个月可以就是拿到300 所以这个部分呢 倒是网络上蛮多人 都是每个月固定在抢灯 然后固定在使用 这倒是不错 所以提供给大家参考 好 继续往下 第二个第二名 是哪一张卡呢 我们来往下看 华南银行的都督房联名卡 大家看一下这个卡面 它有两种色系 白色 或者是说银色跟红色 那很明显的 它这个logo其实是 跟它的都督房logo 是有相关的 它把它切割开来 放在下面跟上面 这样子 那它算是一种 纯色的设计 然后就是蛮单纯的 但是也有很多人 是不喜欢这样子的卡面 那为什么不喜欢呢 我们等一下往下看 这一次有49个人 也是投票 选择它很难看 它的得票率是6.3 每100个 里面大概有6个人 觉得它不好看 那它们的意见是什么呢 我们往下走 配色不好看 跟主题连结不大 红白卡很丑 重点是logo丑 没有什么用心设计卡面 所以呢 大家的意见都是这样 督督房的这个图都几年了 然后都 都没有改吗 对不对 那当然 这个企业要改logo 是有点麻烦的 所以这个是 比较比较难去做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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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I的设计跟改善 这样子 然后大部分的人都说 红白配超级丑 俗气 无聊 色彩单调 图案设计不喜欢 很差 让人不想办卡 这个词真的是非常的有趣 而是说 像星光三月联名卡 就只是把都督房的图案 放上去而已 所以这个 大家的想法其实是蛮一致的 就是说这个配色太突出了 不太明显 那至于这个 有粉丝朋友讲到说 像星光三月联名卡 我去看看 其实觉得 真的有几分相似 因为星光三月有时候就是那种 大大的红色 然后就是一个 一个简单的字 这样子 那的确有点像 所以呢 这的确是会让人家有到类似的联想 蛮有趣的 嗯 说 看起来像小朋友的画作 粘贴上去的 尤其是大红色非常的土 感觉上很刺眼 那有廉价感 而且就像超商会员卡 有时候超商会员卡 像小七的 似乎也有这种感觉 但是呢 我觉得 其实有时候小七的 这些什么发行的卡面 eyecatch卡 有时候 做的反而比信用卡还好看 而且还各有特色 有造型之类的 那就不一定 这个卡片有时候 说不定是比他还臭 好 那再来 有的时候非常阳春 搭配的颜色不好 看不懂在画什么 觉得非常的老套 所以呢 我觉得大家就是 可以看一看 但是华南银行这个 好没了 华南银行的这张卡片 蛮微妙的 就是这一次最美卡面 跟最丑卡面 其实华南都有入选 那最美卡面 就是这个 Open小将联名卡 这是跟超商联名的 他的图案 简单 但是却非常的好看 然后大家就投他 那但是呢 这张卡片 他虽然说 多多房联名卡 他的卡面 也算是简单 不过呢 因为配色有点奇怪 有点太强烈了 所以大家就 非常的不喜欢他 所以我觉得 如果你是 华南银行的 从业人员 或是产品PN 也许你下一次 找人做产品设计的时候 你可能要去思考一下 就是 呃 观众喜欢的这个 这个 这个方方面面 你可能还是要稍微去 就纳入考量 不然的话 做出来的卡片 就是蛮丑的 好 那我们接下来 要来看到的 当然是大家最期待 就是第一名 大家一致 公认最丑的信用卡 到底是哪一张呢 好 2021年最丑卡面出来了 好 已经票选出来咯 答案就是 登登 好 文字艺术师会用的 彭大家族四个字 然后写 I love Okinawa 所以很明显 你可以看到 Okinawa这个字就是 他们都喜欢去 冲绳玩 好 所以这个 这个社团 其实就是 呃 带大家出国去旅行用的 好 跟着彭大去旅行 好 所以 我其实不太懂 这张卡片到底是什么 但是呢 呃 我上网查了一下 发现说 对 这应该是一个家族 他们自己发行的 就是他们成立一个社团 大家喜欢出去玩 然后呢 成立的粉丝的 这个粉丝业的社团 有55万人 所以因此他可能有一个 很多的群众基数 所以才发 找这个银行发行联名卡 大概是这个样子 好 所以他所使用的logo 跟他所使用的关 关键标准字 好 这些标准字 其实都是他原本社团 就有的东西 只是 把它单纯的放到卡面上面去 但是 却一致性的得到了95票 这么多 每100个人 里面就有12个人 说他很丑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大家对阳性银行 彭大家族联名卡的意见 有说 只是把图案放在白底卡面 是有设计吗 彭大家族到底是什么 你看没有人知道 以为是一张 以为是一张DM 或者是会员卡 甚至说是中华美学 就是直接是把长辈图来用吧 所以呢 这个真的是很妙 但有时候我觉得有可能是 彭大家族的这个产品设计者 他们要求说就是要放logo 所以联名单位 阳性银行真的没有办法做什么设计 所以也就是只能这样子 那也的确有可能客户群都是老人族群 所以 大家喜欢的就这样子 所以他们就是 依照业主的意见 然后就放上去 但是对于我们一般外面的人来讲 觉得字体太多了 好 然后这个彭大的特约商店又少 而且回馈的是红利 而不是现金回馈 都不是主流的 好 所以呢 大家就觉得 比较不好用这样子 好 那 还有人讲到说 这个是华国美学 卡面字体很丑 图片是网络抓的 而且这是什么 皮 皮什么彭氏 中卿会的联名卡 跟着彭大地旅行 很像早安 长辈图的宣传图片 像是小学生作品画风 我觉得大家都会讲 就是像小学生的 就基本上就是 非常的阳春 非常的丑 这样子 然后或者像是 夹报的时候会发 会夹在报纸里面的 撇眼就丢掉的 这个广告单设计 所以这个大家也是 蛮狠毒的讲话 是这样子 好 但后面呢 这里中间有一段 我觉得蛮好的 我觉得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彭大家族 这张卡太吃群众了 基本上把自己 冲绳社团的logo 大大的放在 整张信用卡 这个就像是 大陆的大妈 把LV的大logo 放在身上一样 深怕别人没看到 质感整个 直接降到最低阶 我也是 彭大社团的一员 也很喜欢这个社团 但是这个设计 实在让人不敢恭维 所以你看 有里面的人出来讲了 所以呢 这是冲绳社团的logo 只是它发行联名卡 可以 但是也许 重新做过设计之后呢 可以引起社会大众的关注 甚至 产生扩散的效果 让更多人来加入这个社团 喜欢去日本玩 喜欢去冲绳玩的 就会更爱 这个社团也不一定 不过它并没有做到 所以呢 就反而引起了 网络上一些 负面的讨论声量 是这样子 有人说 没错还要写理由 真的很为难人 因为我们就是有送奖品啊 对不对 前300名的奖品 我们已经 请正奖小天使 就是依序在发了嘛 如果你是前300名 田达的人 你其实都有奖品 那我们YouTube 也有送这个 大伦法100块 我们都请这个正奖小天使 去一一正奖了 赶快去收信吧 所以呢 这个 总是 没有不劳而获的事情嘛 你多写几个字 让我就是 我的内容 有比较多可以讲的 那你就可以拿奖品啊 何乐不为呢 然后又有人写说 这是该旅游社团的logo 不过元素还是太多了 中华民国公务员的美学 是侮辱信用卡的美学啊 丑到怀疑人生 对不对 有人说 像广告纸 广告纸至少出现三次 有人说 这个logo不是很搭啊 对不对 真的是 讲很多 吉祥物有点不太可爱 就好像是 那个 澎湖的风师爷 金门马祖的风师爷 不知道这是什么动物 也不知道画的是什么东西 莫名其妙 自以为可爱的吉祥物 这都是他的问题啦 非常的俗气 很糟糕的卡面设计 很像长辈图 有一种传统的风格感觉 一串文字就是灾难的设计 这样子 那有人说 就像是一般会员卡 其实它真的就是一张会员卡 What is this 看了一张 看了一遍之后呢 就是这张卡片最丑 卡片感觉好像是 去路跑马拉松 拿到的赠品 衣帽 衣物或者是帽子 这个也是 也是 让人家可以想象 真的是这样子 这是标准的台湾美学 没有在认真思考卡面设计 所以我也是建议啊 就是阳性的产品片 最好赶快来看一下这一集 然后把这些观众的意见呢 都把它收集起来 然后希望以后呢 可以设计出更好的产品 好不好 这是很重要的 跟着彭大距离行 这几个字呢 就这样整个卡片 low了好几个档次 整个排版毫无设计可言 所以我觉得大家真的是 讲的蛮中肯的 算是蛮中肯的 但是呢其实也是有点歹毒啦 好希望大家就是 恨铁不成钢 好希望这些信用卡产品 设计能够越做越好了 好是这样子 那我们最后也不免除 要来看一下就是总排名 好你可以看一下说 这一次我们700多人 投出来的结果 到底是怎样 用这个圆饼窟 来给大家看一下 好你看一下 好这个阳性银行 膨大是95 12.1% 那其次呢 再来这边都有写 好有49 有两个 好跟47 那再来是第35 就是桃园市民联名卡 那甚至还有26的是 中信Low千账卡的 KDA卡面 其实我不懂 为什么KDA卡面 会被大家讨厌 因为不就是几个女生吗 基本上应该是 比较 比较没有问题的 然后甚至像这个 合作金库的 Visa 预洗 房贷卡 也是中华民国美学 很丑 然后甚至像 远迎乐家Plus卡 也是有一定的人去投 台湾气银的 易放悠游玉玺卡 也都是不好看的 国泰式华Cube卡 居然也有3.3% 所以也是有一些人 是不喜欢国泰式华Cube卡的 那台湾大哥大的 Open Possible联名卡 也是有1.4%的人 说很丑 所以这个 真的是蛮有趣的 那像我们 上一集 也有讲到 幸福M卡是第四名的 然后这边有2.3的人 是说他很丑的 所以这种美丑的事情 其实是蛮主观的 但是呢 我觉得每一年 办一次这样子的活动 也可以让 银行的产品PM 或者是 对信用卡 这个社群有在关注的人 可以去多多了解一下 大家的想法 做一个交流 是蛮有趣的 那我们一样 每一周都会 有一集的 这个票选排行榜公告 也欢迎大家 就是每周呢 都来追剧好不好 都来看看 好 我是宝可梦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